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定位置 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丁山仪惠万年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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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霸大愿照光明 四霸大愿照光明 王禅老子庙至圣 王禅老子庙至圣 加持冠顶见太平 加持冠顶见太平 南无量寿庙至圣王禅老子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 及各位十方善知事 阿弥陀佛 我们都是从天上界 西方极乐世界 带着喜悦 欢喜 来世间上修行 这集是中华文化 胡锡士族 文王周公公子 所悟的天道 就是这个天丰厚的卦象 上面天 存粮 而来到世间 好 我们 这次 在大地 在大地上 投差在大地上 就是在修行 洞二窑 就是变为天山盾 盾挂 那就是 我们是喜悦的来 哪一位同修 你们不是很高兴来呢 好 我们来了 亲戚朋友 会来为我们祝贺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都祝贺我们 列祖列宗 也都 祝托 一个先生 孩子 所祝托 所欢喜的 重点在哪里 就是天山盾 就是要来修行 就是有机会 找到修行的机会 然后 开悟了 可以将 事先的一切 回向 给我们的祖先 祖先已经走了 也很欢喜 我们 祖父祖母 阿公阿嬷 兄弟姐妹 都 也都很欢喜 在灵魂界中 你意识中 都已经 开始是 滑稀 充满了 所以当一个人 投胎 转世了 在家中 周围 方圆百里 到诸天圣神 地区 的侠内 三界万灵 都是一起 来到你的家中 为你祝贺 因为 就是 要出生一个人 就是 圣人诞生 所以 有的人 以为说 生个小孩 很简单 没啥 一个小孩 就是圣人 在诞生 你有好好的教育他 他以后就是圣人 这是众生 灵性 所依归 所托付的 尤其 我们的 列祖列宗 朱祖灵 更加的高兴 更加的喜悦 来迎接 孩子的出生 包括 现在的你 我 他 都是 都是 受过 我们的列祖 列宗的欢迎 排队欢迎 受过 我们 守护神 我们 来修行 来 事先上 下来 就带着 你一群的 守护神 守护神 守护灵 来到 事先 投胎在 任何一个家 这是不简单 这是不简单的耶 这是不简单的耶 也是宝贝的耶 也成为 时代 的救星啊 这个是非常深奥 我们所有的同学们 我们应该感恩 应该觉醒 不要再 像一般的 自我 自我 消沉 自我 污蔑 自己的 本来的 本愿 所以我们来 投胎转世呢 就是天空后 这个挂 所以我们 在天空后的 这个挂像 在 第二条 第二条 在大地上 你不小心 你会往下睡 你修好 往上都是 洋一摇 都是光明天 所以同修啊 这个啊 是我们 非常重要的 基本智慧 知识啊 若是 你不了解 的时候 你对自己的人生 你就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父母 就是不孝 就是这样来 我们一个人 投胎的 转世 是有九个 九代祖先 为守护神 都跟我们一起下来 从小来 慢慢的 培养起来 到了二十岁 开始我们更懂事了 我们就要有修行的 智慧理念 然而 才能一直 跟着人的岁月 一直在迈进 即使到百岁 那是代表 我们的 修行 岁势 多少 那并不代表 一个人他的功德天 最重要 是要有顿悟 要有开悟 若是没有开悟 若是没有开悟 所以我们 活到百岁 还是 只是 给吃了米而已 所以人生的奥秘 这个真的太妙太妙了啦 都是我们 能够成功的 冷静下来 来思考 你一定 会今天 晚上你也吃不下饭 太高兴了 感恩我们的父母 感恩我们的列祖列宗 一代一代的 传下来 一代一代的寄托 所以才有一人得到 救主生天 一人得到 救主生天 那么相对的 我们若是还没有完全得到 那我们 就要借机 借机 借机 来提升 借机升华 借机升华呢 怎么升华呢 学习风 空气 它是许悦的 是自由自在的思维 喜悦的思维 所以就天风后 天风后 他乡欲有 我们从天上下来 来到世间 来到四遥 是第一遥 二遥 他乡欲有 我们脱胎下来 就在 大地上 上面有 洋的气 洋气 就空气 风水 光 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在我们的头顶上 所以 所以 李同修啊 我们要记得 在学义经 就是了解到 身边 这个大气 风 水 光 都是在给我们 呼应我们 给我们生机 给我们的悟 给我们的悟 悟咧 你凡事你要去悟到 阳性的 要悟 人家 说你几句话 你就跟人家拼 那是最可怜的人 有时候现在 选举到了 大家拼命的 制造 抹黑 要伤害 任何一个人 伤害对方 伤害对方是你的事 但是 旁边 的 民 百姓 那 合起来很严重 所以这些 都是人生的修行 人生的点点滴滴 啊 所以当我们 遇到 第二条 大地之上 大地之上 一有变动 动摇就是大地之上 一有变动 人 事 物 都在变动 空气 风 水 光 都在变动的时候 那都是在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要从里面去领悟 才有四十八节 我们的祖师也领悟到四十八节 现在已经立冬了 从 前天开始立冬 我们昨天深谈 整个的台湾的气温就下降了 那也是要叫我们悟啊 所有灵界 三界万灵 都一起 都来到生活室 要参加这个法会受纳我们供养 这一件 灵魂界 是阴界流动大 五行你不看不到 气温支就直接就下降下来了 那是在告诉我们 灵魂界的 好朋友们 也都来了 虽然我们穿的会比较能 我们就多穿一件嘛 一件不够就两件嘛 这都是在提醒我们 人生无常 有春夏秋冬 人才会长寿 没有春夏秋冬 人绝对不长寿 所以在二十年前 我们一位信徒 他很高兴 他有赚了钱 他就在澳洲 纽西兰去买了一栋别墅 很漂亮的别墅 他一到台湾 冷冬的时候 他就全家 尤其两位老人家 就到 纽西兰去住了 纽西兰 我们台湾的夏天 那里变冷了 又跑回来台湾住 他有一天 来到精修院 然后问我说 老师啊 我去纽西兰 夏天 冬天我去纽西兰 都不会冷 夏天 来来去去 怎么奇怪 身体越来越虚 到底是犯了什么毛病 吃到什么东西 我说 你已经违背了大自然的法则 你自己选择了 要再投胎在台湾 这里过一生 接受 体验 冷暖的气候 你没有去感恩 山河大地 而要去逃避 山河大地 所以你身体开始四肢无力来了啦 这一位夫妻 两个夫妻 对啦 我搬到那里 开始两支喊 没人 我在那里很舒服 台湾没有那么好 所以他很庆幸 到那边住了 没有想到 他就身体不适合 那你就违背自然嘛 你违背了 你的本意 你选择台湾这个地方 你来投胎 转世到台湾来 这就是我们卦象的天空后 所以这一位先生 非常感恩王坎老祖 给他的理念 和一般的朋友的理念完全不同 所以他就从纽西兰搬回来了 结果活到 前几年 94和95岁 才回家了 所以 我们要适应 环境 要去感恩环境 感恩天地 山河大地 这是我们无论 明眼两界 无论现在我们联座上的 列祖列宗 朱祖灵 你要投胎到地球上来 你要选择 你的时间 空间 地点 时间 空间 地点 就是我们世间的 数学理论 这个物理学理论 XY XY Z XYZ 也这三次元六度空间 一二三四五六 三次元的空间 起来才是一个圆满 圆满中间是心 心本来就是安静的 心是宁静的 你的心已经包容了 无限宽广 你所眼睛看得到的地方 都是我们心所包容的 在当下 我们联座上的 列祖列宗朱祖灵门 你们的心 跟我们洋人的心 是正等 正觉 只是 你们在 阴界 一直是 最怕执着 事先的 悔恨贪欲 恩恋情仇 一旦 恩恋情仇 在你的脑海 發生了 那你的心 就永远是一个小微尘 一个尘埃 永远没有办法解脱 所以 王山老祖 祖列宗 开出我们 当下性 我们是以精宝 任何一部精 都是我们的心开 尽快 先是开脱 我们的意识解 反而意识解脱的 没有束缚的 所以誦經念經的人 我一直提醒各位 十方善心大德 你們都誦經 將誦經的功德回向給你們的祖先 回向給靈魂界的列祖列宗祖祖靈 雙法界三界萬靈 你的心同樣的 靈魂兩界的心同樣是會開朗 開朗就相應 就如我們現在的前奴團堂 你的心 個體的心就像一盞電燈泡 兩盞三盞四盞 更多的心 更多的靈性電燈泡 電燈一片全部光明 才不會那麼的狹隘 所以才有一個叫 小心臉小心臉鬥雞炎 那就表示沒有修行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學們 當你心裡有煩惱的時候 你要感到高興 煩惱是你的福報 然後你就拿出經典 任何一幕經 拿出來念 行事不屈 你念 你就讀了 你去悟 你就會找到你的心 你的心 時時刻刻 這是向陽光 普照的大地啊 按下五喔 我都沒有機會停下來給你們拍手 你的鼓掌 你的鼓掌 你的拍手 你的心就開了 你的心都開 我的心都也開 大家的心也開 意 這個就解脫煩惱了 所以要修行啊 誦經念經啊 人生百歲一場空 名利富貴不相逢 放下我職 誰活去 往生淨土極樂國 就是要心開 要義節 你要心開 就是要 以經保 經保 這是天人 神 佛 有修行所悟的 大家 共同的理念 這是經保 在經中 共同的理念 神的理念 人的理念 下西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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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聖 神 神 下西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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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希望 各位同修 大家 體悟 經典的莊園和書聖 祝福各位 各位維新賢士及各位死亡善知識 本維新聖教 所得 重視的 就是心 萬化維新 心 心 是 無形 無相 心 是 無垢 無盡 心 是 無來 無去 心 是包含 滿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 世間的點點滴滴 我們的人 是 物 都是心 的一點點 而已 啊 所以我常常看到一些政治 人物 和 護持 你的政治 對象的人 常常 為了一點 不明理的 相互的攻擊 相互的製造是非 這是 世界上 最可憐的人 世界上 可憐的不是沒有飯吃的 沒有飯吃 港部恩 你也飯吃 但是 借著機會 大眾的媒體 大眾的 媒體工具 來攻擊 你所不喜歡的人 你的對立 那你的心已經黑暗了 小唇哀 你的心 沒有放開來 這 都是 事先 給我們考驗 的 魔藏 所以當你 會 讚嘆 他人 我們可以想到 釋迦牟尼佛 他住世 81歲 洪法49年 他從來沒有批評 哪一個人誰是誰非 佛 只是將正確的方向 提出來 大家去悟 哦 我們是為依規 那就是規依 規依佛 規依有智慧的 語言 有智慧的行為 有智慧的 等等 那叫做規依 不是規依 不是規依 那口口擺 這樣而已 那還不算規依 所以要規依 要將這個 佛的內涵 為什麼他會成佛 這個我們要去悟 所以我希望 我們這次法會 明陽兩界 都能夠悟到 正無上的菩提 我們才不會被 世間的存埃 微塵 把我們綁住了 被世間的存埃綁住了 是最可憐的人 曾經由於一年 一個民立代表要選舉 叫立委 要選舉 來問我 老師我要用什麼方式 來攻擊對方 他的缺點 我都掌握到的缺點 我說 對方一點缺點也沒有 哪裡沒有太多太多的缺點 我說 你有看到嗎 我聽人家說 胡說八道 聽人家說 你就要拿這個來 給 自己 帶來一些 恩戀情仇 政敵 這個是你最可憐的 現在你世間上是最可憐的就是你 他很氣 他很氣 他就跑到 後面去 去那五百多汗 那邊繞 在那邊穿大火 本來想要來問我 希望找到 怎麼樣來幫他 來打擊對方 結果被我 我罵了一頓 我說 你這個行為是最惡劣 你這個是 醉入地獄 這裏 都不要發問 他所以就到那邊去 過了一個多小時 回來了 他跪著 前面說 師父 我懺悔我錯了 我過去 都一直在 找對方的缺點 沒有去想到我自己的缺點 所以我的心 死了 我的靈魂也死了 我只剩下一個行輸走肉的 去口而已 我讓你誤了就好了 回去 好好學習去讚嘆 你對手 對方 他的優點 你今天要去找他的優點 他的缺點 你絕對一點都不能想 你想了 你就輸了 輸了不是沒有選到不輸 而是你的人生 你的心馬上拿到一層黑罩 就要蓋住了 吼吼 這一個先生 Andy 一直流 就高高興興 摳了三個頭 他回去了 過了兩個多月 選舉 完了 就來 謝老祖 他的人生觀一改變 整個他身邊的企團 圍繞著他 是滑稀 充滿的希望 所以我們 這叫修行 修行 和行為 所以我們當下 諸聯會們 和你們 一定要注意 雖然 我的功力不是很夠 可以所講的 進入你們的心中 替大家共同還行 但是 多少還是有幫助 所以我也希望我們所有的同修們 維新弟子們 每當有神佛聖誕的法會 你們盡量去超渡你們的祖靈 超渡你們的冤心在祖 英靈 等等的 你該超渡了去超渡 你要花一點錢 那個錢 是用錢買不到的 這是無上的華寶 所以我才告訴各位同修們 大家 多誦經 多念經 經 它的來源 就是神所說的 這也是佛說的 聖人所說的 和賢人所說的 尊禮 這是解脫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們 多讀經報 我才每年3月26日 鼓勵大家送經 盡量送經 努力的送經 你會奪到無上的法義 你會心開 一節 你的心一開 你的祖先的靈心也開了 你的冤心在祖的靈也開了 你的守護神也開了 你的 你的 等等的 身邊法界眾生的心也都開了 心開了 就是和諧嘛 這是我們最好的自救法門 自己救自己 你拿多少錢 我說給誰拿錢 我就會怎麼樣 那 那個 書從來沒有告訴你們 你們要拿多少錢給我 你們就會平安 這個變成我在欺騙你們 我在造業 我會 掉入 天皇后 第一遙 黑暗的地獄裡面下去了 他也跑不出來 所以我們要知道因果耶 因因果果 我 那麼你們 供養 超度子薪連位 一些供養金 每天三餐 要這麼多的義工同修 法師送經 電 水 我們是三賢水 這個 各位要理解 我不要說 心裡 那一種思維 小心眼 鬥雞眼 小鼻子 所以我平 都會瘋瘋瘋瘋 才不會小鼻子 心量就會打開來 你看看 若是一個人 隨時心裡保持 我很尊嚴 那些人 都會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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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真理啊 這是喊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們 藉著這個法會的因緣 我們要先了解自己的本能 了解自己的本性 和了解大眾的本性 那才是天下一家親 聽得懂嗎 好 謝謝 各位同修 我們一定要 多誦經 多誦經 無論哪一部經 都是神 仙 聖 神 佛 菩薩 所說的真理 成就的真理 我們借用我們的口 我們的深 口 依戀 念這個經 回向給你們的祖先 回向你們身邊所希望的人 回向給他們 就會心開欲結 一片和諧就會發生 曾經有我們的信徒 他的主管對他很不好 所以他就來請示老祖孫 問到我說怎麼樣化解老闆 對他不好 我說你練經啊 回向啊 有啊 我有練啊 都沒有效啊 越練越嚴重啊 我說你練師不就慘了 你練經一直看 給他看 給他的主管 練經一直練 心裡練頭 想著他主管怎麼樣 嘴裡所練的是經 那你的護法神 就跟著你 有沒有去解焉是解 沒有啊 就啊 原來就是這樣啊 好啦 回去 過十天 十天回去 尾谷先書天頭經 好好練 很開心啊 你念天頭經 要來解 完世間 解冤是解 這樣就好了 四字就好了 師父啊 那沒有更多字呢 四個字就好嘛 解冤是解嘛 哦 就等於 好啦 解冤是解 我念這個經文 要跟我的所有的同事們解冤是解 等於有時間就練 到第八天 煮完 老闆 請安醫局辦公廳 泡茶 請他喝茶 請他喝茶 到底對嗎 老闆 你怎麼 要請我喝茶呢 我發現 你人很可愛 你很認真 我把你看錯人了 老闆 說 為什麼會這麼好呢 我有展法術呢 還要想 我 我去 我去 生活社長老師 師父 叫我 要念經回饋給你 很開心的回饋給你 那他就指管說 那就好 我每天在送那天德行 我也希望你要改變 也希望他會改變 所以兩者 同時 就是 點燃一盞新燈 就是 天德行的新燈 醜 就解冤了嘛 在同學們 你們要做事業也好 或者有人對不起人也好 或者人家對不起你 你一定要光明正面 來 念經來回饋 歡喜心來念經回饋 不要這樣 想起六大 不敢 那這樣 會越來越重 我 曾經那些老菩薩 你菩薩 在我們的道場 遇到我 說他的兒子 都一直罵他 一直對他不好 我唸經回饋 我唸經回饋 我越念越氣 越念越氣 所以孩子就越壞 越壞 越壞 原來是這樣 你歡歡喜喜 人家要做兒子 你要感恩 你要誦經回饋給他的守護神 回饋給你的祖先 守護神 回饋給你們家的心靈 保佑孩子 心靈要改變 要光明 要友好 他就按照這麼回去 改變心靈 開始很認知誦經 結果那一年 前幾年 他誦的經 誦了八千多步 因為一誦經 孩子慢慢改變 家庭一步一天 一天一天都有和諧 這就是我們有智慧的人 我們要自己創造 和諧的氣味 和諧的家庭 只有靠自己 不是要我求神 要求你 要求你 不是這樣 這樣解決不了問題 自己誦經 所以有精 保給各位念 尤其 祖先 祖先安 也不安 就看你的家庭生活 看你的日常生活 全家人的和氣如何 就可以看出 你家裡的祖先 安 也不安 所以希望各位同學們 祖先他們的色身 摔掉了 已經回歸去了 但是他們的靈性 永遠還在家裡 在你家中的祖先牌位裡 來來去去 家裡牌位 就是也一間小別墅 也是一個大廳堂 大祖堂 我們若是了解的話 我們就要好好的 來珍惜祭拜自己的祖先 所以我們祭祖大典的時候 你們就要上香 請你們的祖先 一起來到寧口大體育館 2020年的1月1日 到寧口大體育館 一起來祭拜祖先 共其天下一家親 世界真和平 你的心量打開來 你所修行的 心量打開 那你就會 逢到好的喜氣到你家來 所以在這一次 雙十 十月十日 農曆 在日本大阪道場 我們落成安座 邀請到大阪 日本大本教 兩位資深的修行者 還有韓國大審遵旅會的資深修行者 來大阪道場 來共襄盛舉 大家依法會有 大家看到 我要寫兩個莫寶 第一個 我們的目標是解緣事節 第二就是消災化解 世界能和平 所以這兩位 兩個的教團 一百多年的教團 原來 對我們微信聖教 認為和一般的宮廟 只求個人的名利 他當場 很抱歉 說他 誤會了 看錯了 原來 微信聖教 大家 的世界和平觀 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 天下一家親 我們的修行 是非常的值得讚嘆 所以我們的修行 就是天下一家親 明陽兩界同關照 世界永和平 這是我們 所有的微信地址 大家共同的本願 那麼今天 這修行 講經到這裡 請大家合掌 我們要來回向 請合掌 回向 願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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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報是從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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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祭三徒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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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見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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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發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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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生極樂國 同生極樂國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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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彈佛